对世界来说 今年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研讨 新冠疫情仍未彻底战胜 乌克兰危机又接踵而来 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 变得更加复杂动荡 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 各国需要的是团结而非分裂 是对话而非对抗 作为负责任大国 中国将继续高级多边主义气质 同所有爱好和平 谋求发展的国家一道 加强团结合作 携手应对挑战 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为世界开辟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